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一周 韩国网友们关注的五件事情 Tiara-Hiumin分手 今年1月与国家队足球选手 爆出年轻的Tiara成员Hiumin 昨天透过所属公司对媒体表示 当时是互相以好感见面 但是因为感到负担 两个人的关系自然的就变得疏远了 现在决定成为互相支持的关系了 正式宣布分手了 我也觉得真的会感到负担的 又不是自愿想要公开 就是被强制公开的所以才会变这样 艺人们应该会有很多这种情况吧 如果不是本人愿意 希望不要报道恋爱新闻 每次都会让好好交往的艺人们分手 希望两个人都能见到更好的缘分 从基亚捐款 之前因为假货争议公开道歉的网红从基亚 为了山火受害者捐款了2000万韩币 3月7号大汉红狮子会对媒体表示 从基亚对于山火收在民感到惋惜 为了帮助江源沁北山火收在地区 向红狮子会捐款了2000万韩币 做了很好的事 吉亚也加油 是做了好事但是加油 可可可这世界疯了 是做了很好的事 而且之前都已经盗窃 也下架了所有影片 就那句加油也惹到你们了吗 到底想要算到什么时候呢 不管意图是什么 连个一万块都没拿出来的你们 话也挣脱啊 反正对算民们来说 想要黑一个人是不需要理由的 且啊队长酒驾被捕 男团且故给爱德的队长孟俊娘 因酒驾被警方逮捕了 根据媒体报道 3月6号晚上 孟俊娘在首尔江南区逆行行车 让对面开过来的车让路 甚至还吓车大叫 在警方健安到达现场后 发现站在车外吸烟的孟俊娘 当时他的血液酒精含量度 高达0.113% 这是足以吊销驾照的程度 因为早在2018年度 孟俊娘眼因酒驾被捕过 所以韩网的反应非常不好 不是一两次犯错了 被说成一个组合的话 反而会对其他成员们造成伤害 因为希望黄光益 把腔起塑造的血压形象 一下子就被队长给摧毁了 这样看的话 越红的人越谦虚 跳下计程车的女大学生 3月4号 在韩国扑航发生了一位 20多岁的女大学生A某 在快速驾驶中的计程车跳下 不幸身亡的事件 根据警方发表 女大学生A某在4号下午8点45分左右 乘坐了60多岁司机驾驶的计程车 在乘坐前 男友告诉了司机A某大学宿舍的地址 而男友并没有一起上车 但是看到计程车 不是开往自己大学宿舍方向的A某 在上车6-7分钟后 因为感到不安就开门跳下 结果被后方的车强力撞到了 事发后 A某的家属发起青瓦台联署表示 司机没有去事先说好的目的地 A某要求停车的时候也没有理会 所以才会发生这种悲剧 接着就有很多网友们之一 是不是司机想要对女大学生做不好的事情 但是警方才确认行车记录去后发现 当时在车上A某问了司机 是不是去某某大学 而听错诚别的大学的司机 再次问了A某 是某某大学吗 A某回答是 然后进入高速道路后 A某好像有说了一些话 但是因为后座位的窗户开着 车辆的行驶噪音太大 司机好像是没有听到A某的声音 继续专注于开车 感到不安的A某就开门跳下了 事实就是 在行车记录器上 司机明明问了是不是C大学 学生回答是 所以司机就开车去了C大学 结果学生自言自语后突然跳下去了 哇 如果没有行车记录器 一个家庭的家长一瞬间就要变成绑架犯了 在时速巴士的高速道路 就算听到要求停车也不能停车 计程车司机 后车驾驶女大学生都好遗憾 3月9号出生的爱豆们 今天3月9号是 被三大经纪公司同时发掘的长相 一位网友上传了新人女团 Mix的草牛照片后留言 要长这样才能被三大经纪公司发掘 的贴文受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所以是要长什么样呢 不只是颜值高 歌唱实力也是非常厉害 而草牛最终选择节外批娱乐的理由是因为 草牛是twice的粉丝 真的好漂亮 好像是第一次看到金特医生的感觉 长得很像迪士尼卡通 刚看的时候觉得是节外批一项 但是越看越觉得是混合了三大经纪公司的长相 为什么连歌都唱得这么好呢 SaryonMix加油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